健康2.0 凯云陪你守护全家再升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白头发的困扰呢 白头发除了说显老跟童年龄比起来 老了很多之外 从头发也可以看出你的健康问题吗 比方说这一位洪金宝 他71岁了刚过生日 那么过去大家看到他的武打动作 真是不得了 包括了像叶问吧 前几年拍的 伸手之好 现在除了说膝盖出问题走不动之外 整个白头发全头的耶 因为大家都知道 像我自己从小时候 就会看他的舞蹈电影 我爸爸也很爱看 七小福福星高照 那个手脚灵活的 但是你知道这几年 他就是感觉就是老得满快的 其实在1月7号 他有分享他自己的照片 就是庆森的照片 才发现他满头白发 那因为他其实一直都是在拍武打戏 所以他常常受伤 那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他严重到膝盖还开刀 那因为就是这一两年 他极度暴瘦 然后你会看到他分享的照片 他的脸颊都凹陷 甚至就是出门都要 就是扶着拐杖 或者是轮椅代步的概念 那看到他拍到 有时候常常从家里出门 他儿子都要缠着他 就扶着他慢慢走 他的行动变得非常的缓慢 所以大家看到 他的生日的那个影片之后 他发现 哇塞 他怎么变得那么苍老 因为枕头都是白发 而且71岁一般没有到很老 但那个整个老太 从体态到头发都是 另一个年纪不大 真的还很年轻 他是金钟的师弟 叫做傅蒙博 然后他其实一直以来 他其实才35岁 然后他一直以来都是黑发 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在 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就有分享他的一个照片 他就说他非常的不解 因为他的白头发突然爆针的概念 而且都长在同一个位置 可以看得到照片 其实他就是用他的手 去剥他的头发 都在前二的地方 而且非常的密集 都在这一个区块 然后就有粉丝朋友就很可爱 就说你是不是因为太累了 长这么多白头发 那还有人开玩笑说 那会不会就是 你这样总比秃头好 然后因为就是 还有一个粉丝就问的比较专业 他说我要印证中医师的说法 你是不是最近胃不好 对 这个粉丝显然有看我们健康2.0 我们讲过好多次 对不同的地方长白发 是不是真的胃不好呢 那彭医师 其实这么讲 终于认为不同部位的白发 他认为脏腹不一样 比方说胃经它在脸部的走向 就是会从这个额头 然后这个眼前 它有个U型的走法 然后这边有个穴位叫做头围 头围这个穴你看就知道 维护头皮嘛 他就跟你讲了 所以胃经是多气多血的一个经络 所以在身体里面 你吃东西进去之后 它会化成一些营养 然后往上倒 你看它要这样子往上 然后经过一些弯弯折折到头皮 你要多少气跟血才有办法 所以你只要肠胃功能失调 你这边就会变白 一定从这边开始 所以浅额就会变白 小扣椅咧 你有白发困扰吗 我这么讲 我好像是胃不好 因为其实这两三年 我开始我长头发的地方 就是在我额头 白头发的地方 对 就是跟我们的 金钟市地一样的位置 在正前方这一块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照不照得到 就是其实我后来 因为白头发去染发 因为我觉得都长在同一个位置 而且最前面最容易被看到 对 我又靠脸吃饭的 又要颜值 这边有白发很难看 所以我也是很困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因为 肠胃不好引起的白头发 尤其是有时候疫情 因为现在研究发现 你疫情之后的那个病毒 它潜伏是在你的肠胃的神经里面的 所以它那些肠胃如果没有调好 你很容易会反复 不管是白头发 或者是身体的米粒都会受影响 所以你平常可以多吃一些 增强米粱像山药 或者是五穀根筋 地下的像地瓜 或是番薯这类的时候都可以养胃 而且可以黑头发 所以这是一举多的要记起来 对 我要学起来 所以我们看 如果说以洪金宝来讲好了 他至少七十几岁 满头白发还可以理解 其实他连胡子都白的 胡子全部都白了 那这个凤木婆三十五岁 一般年轻人怎么会 突然之间长出白发 其实白发它可以分为 先天性后天性 先天的大概都是所谓遗传性的白发 的确家人有这个父母亲或是长辈 有这个少年白 那事实上其实小孩子 我看的门诊中 的确是有比较早白的现象 大概几岁 差不多有时候十几岁 青春期之后 就开始慢慢出来 惨喔 对 我自己的同学也是 我自己大学同学 有一个就是头发全白了 他就说他从高中就开始 高中就很快 其实真的白了 看起来的确是比同年会老 那这属于一个 所谓先天遗传的 那后天的白发 事实上其实人也会老化 对 所以说所有年纪的老化 事实上都会有 但是我们不要太突兀 突然间一下 一戏爆白 或是一下三千 这个头发都变白 那事实上其实 人差不多40岁 45岁 50岁以后 基本上 因为都是统计 还有一些文章写说 50岁以后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正常的头发都会有白 差不多将近一半 将近一半 那就花白了 对 没有 可是大家 因为我们头发其实很多 正常的很多 加上没有是一个掉发的现象化 这种花白它是灰黑灰黑 所以你不会看起来很明显的 这个白的感觉 对 但是它已经是有明显的出来 这种白色的一个现象 但是灰白灰白 并不是说完全白 所以你不会看起来很明显 但是60岁70岁 越来越 灵气越大的时候 它白发的这个 白色的那种 黑色的退化 就更明显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清楚 可能它的白发越来越多 那这还可以理解 就是说这一个鉴定式的白发 对 但是加持我们这个 有疾病性 或是后天 有其他因素引起白发 那事实上其实就 比较让人家觉得 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产生 所以说很多因素会这样白发 但我们就说 像压力大 还有忧郁 情绪也会 其实情绪也会 还有现在我们说身体的疾病 是 连性的疾病等等 为什么呢 这个头发 因为它是一种营养 要供应它 黑色素 我们常说我们头发里面 有着若氨酸 就要形成黑色素的过程 需要黑色素若氨酸 它的营养素来滋养它 它才可以很顺利的 完成它黑色素的 形成的过程 那假如这营养素不够的时候 尤其一些胺基酸 或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 甚至一些矿物质等等 不够的时候 实际上 它的形成过程 就会受到阻碍 那这个头发 它可能就慢慢变成不健康 不健康 这叫质的改变 所以质的改变就是它的颜色 它的质地会变脆 而且变得比较灰 脆就是更容易掉了 更容易掉 而且灰 你看 假如我们这白头发 有人它是灰色的时候 它是比较脆的 并不是很强壮 那个发根比较很强壮 所以说你可能就造成 这些所谓的头发的营养不够 甚至血液淋巴 血液不够的时候 因为我们时候有头发 头皮要紧绷的时候 或头皮有问题的时候 是让你的头发也能变白 头皮有问题 对 头皮有问题 头皮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一些疾病 比如说一些受伤 或发炎之后 会造成这个所谓的毛囊 也受到影响 也会造成它所谓的毛囊 里面的黑色组细胞退化 所产生的问题 但一些疾病也很容易有 其实我决定的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 有假装解决 虽然都是良性的 那测血 T3 T4 TSH 甚至也假装解决 都正常 那也不需要开刀 可是因为我觉得 一直检查 那很麻烦 我就请我学弟帮我开掉 开掉之后 事实上其实 它是个假装解决 但我发现 我大概从差不多四五年前 就开始两遍白发 就越来越明显 我以前还觉得 我头发还蛮黑的 那事实上其实就开始就白 因为我这个手术 大概是两年前 切掉 可是在两年前的 在两年前 差不多四五年前的时候 的确开始白 所以说假装现在本身 假装有问题 不管是功能高 或功能低的时候 实际上对头发的质地 也会影响很大 所以从中医的话 它是看说 跟哪些经络有关 那么从西医 它可能还反映你 内脏的问题 其实在欧洲 就有这样子的研究 这个研究高达了2000人 结果他发现 心脏有问题 其实如果白发是年长的 我觉得你就可以放轻松 但是有两个指标 我觉得你要留意 你的白发可能要有一些 健康上面的考量 第一个就是年龄 其实这个是来自一个欧洲的研究 他其实欧洲研究了2000多个人 他发现说 如果你在40岁以前 你就发生比较多白发的人 似乎跟心脏血管风险 是有相关 甚至他研究统计是 比正常人高了五倍的心脏血管风险 所以如果你40岁以前 你家人没有白发 但你去提早白发 你要小心 第二个是白发的速度 其实我们都会说 有时候你会自然的 在随着年龄的上升 你可能会多了几根白发 那个没有 不要太在意 可是假设你发现 你在一年内 你的白发量增多 或者是白发的程度变多 其实在另一个研究 也是500多个人 他发现白发的程度 似乎也跟心脏管疾病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所以我们说其实白头发 当然我们认为 它可能是一种老化的表现 这个大概 大家都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它可能也暗示了 我们身体有几种疾病 第一种 血液循环方面的问题 第二种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 叫做氧化压力 我这个印象很深 是我有一个 60多岁的大老板 这个老板来做一些营养条例 基本上它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也没有预设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 比较很好的变化 有一次他回来 他就跟我说 陈医师 你看 你看我 差在哪 很开心 我很认真的看着它 可是我真的看不出差在哪 他就说你没有看出来吗 他以前其实头发是有一些负 就是有一点点白发擦出来 他的白发竟然长回黑发 那后来我也是觉得说 回春了 对 因为我其实有点忘记 他的这个白发 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人会染发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想象 他以前大概的差异是怎么样 后来我真的觉得 蛮好奇的 有机会这样吗 我就回去看一些 他的一些 我给他的治疗 我发现我给他的治疗 有分几个面向 其实最大的方向就是抗氧化 所以其实我给他一些饮食厨房 我给他一些营养厨房 都不外乎是抗氧化这件事 推迟可能他老板 有时候会一直烧脑 所以压力可能比较大 给他氧化折中了 可能头发就慢慢又变回健康 那什么样是 什么食物 其实我推荐你 已经白发的状况 其实可以考虑食用的 基本上跟彩色有关 红色 黄色 深绿色 深紫色 这里头的东西 其实都含有 富含抗氧化的直化素 或者是好的营养素 所以假设你今天有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 年龄太早就发生白发 你有白发速度太快 我建议在这个时候 至少你可以从饮食上 就开始食疗自己 OK 好 刚提到说这个40岁以下 出现心脏病风险 如果有白发的话 心脏病风险是一般人的五倍 彭医师就你们中医 有这一点吗 跟心脏的关联 其实应该是 我觉得啦 就是中医讲法为血之余 所以刚刚他们在讲说 这个血液循环 跟这个头发相关 我是觉得非常的战胜 你血液循环不好 或是血液凝固了 或是心脏功能低下 其实你白发就会产生 那几率一定比较高 OK 所以可能血管比较硬化 血液不太流通 这一些都反映出来 你可能说自己有感觉到 手脚病人在美容方面 我反而头发白 这藏不住了 好 那么刚刚赵医师说 大概50岁以上 白头发大概 有一半左右是正常的 不过这以为 我觉得他很厉害 也是我们小时候开始看的 一人静 五十四岁了 他的头发不但是黑 而且还很多 他有屁股的 对 其实他有跟粉丝分享 因为粉丝朋友也知道说 一人静他其实已经五十四岁 但是他看起来都是仙气飘飘 很少女的样子 就问他说 你到底有没有白头发 然后他说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 但是他说 我很注重头皮的保养 所以就可以预防 白头发长出来的速度 然后他分享的秘方 其实第一个就是梳子 气垫梳 他说他每天早上 一定会拿这把梳子 去梳头发 然后去也会带到头皮 一定像这个球球有没有 一定要压到头皮 然后帮他做一个按摩 有点血液循环的概念 对 然后就是这样子压压压 每天哦 然后压完之后 他还会用指腹 去帮头皮做按摩 他说可以增加 就是让那个毛狼 发育得更好 所以就不容易长出白头发 对 但这是他的撇步 然后他有讲说 因为像我们的头皮呢 跟我们的脸皮 其实是同一张皮 你在帮头皮做按摩的时候 就等于疼痛 在帮我们的脸 所以脸皮也可以拉提吗 对 应该是吧 对 就是同时间 对 就是整个 就是看起来很仙气 然后第二个方法 他就是食疗 对 他的食疗 其实就是喝这个 黑芝麻黑豆瓶 然后他说他每天 都会喝500cc 是用那个黑芝麻粉 跟黑豆粉的磨成粉之后 再加枸杞 然后挡身 然后还有这个红枣跟黄芯 然后每天每天的喝 就是可以帮助他的头发 乌黑又亮丽 好 那这个头育按摩 大家一定很好奇 彭医师到底要怎么按 可以帮助我们头皮 循行的时候更顺畅 然后头发更黑 其实我觉得今天 真的要把秘诀讲清楚 我要出来示范一下 为什么又觉得头皮 就是像这个一个土壤一样 他要长头发的时候 这个土一定要先松 所以其实我们起床的时候 会先做一个动作是什么 打哈欠 打哈欠 对 重点是你要先伸展 你整个头皮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在 手伸展也可以伸展到头皮 对 因为它其实肩膀 这个建筑乳腹肌 还有脖子跟头皮 整块是相连的 你头皮很紧绷的时候 你的头发其实长不出来 所以我们起床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会这样 打哈欠 手伸开 然后往上 手反向往上 然后你要吐气 对对对 吐气之后呢 吐气之后呢 我们就是把手放下来 但右手就贴着右耳 然后抓你左边的耳朵 为什么要这样做 搬你的脖子 放松你的肌肉之后 在你的侧边这里 做一个梳头的动作 对对对 因为这边 从头上就可以看出来 小肠筋 三胶筋 胆筋 我们所有跟头皮相关的 筋肉都在这 大家现在都知道 梳子要梳头皮本人 不要去扯头发 但重点就是 之前的这个暖身 一个按摩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头皮整个很紧绷 你再怎么梳 它其实就是硬碰硬 会受伤而已 OK 所以动作 把这个脖子往旁边拉 这边刚好也可以舒缓 然后借着这个手势 就开始按耳朵旁边的穴位 然后换别人再做一次 就这样子 OK 好 那按完之后 当然中间这里也要梳嘛 对不对 对 这个就最基本的 我们左边梳完 右边梳完 然后就由前往后 整个头皮是这样子顺着的按摩 这其实就是标准的 头皮按摩的方法 OK 好 刚刚回来之后来看 那么掉头发 有人说比白发更伤脑筋 这个时候有什么 撇步呢 包括揉肝筋等等 马上回来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